Lucy,这个case你来follow还ok吗? 嗨,你们这个team的presentation都准备了吗? Deadline之前搞不定我fire掉你们整个team 姚总的schedule很满,你有appointment吗? 英语已经成为现代中国人在日常生活中乐于并熟练运用的一种语言 今天就让我来教一下大家 英语和中文到底有哪些表现形式 第一种,双重强调 也就是说先把你要说的话用中文说一遍 然后再用英文把你们的重点词汇翻译一遍 以起到强调的效果 下面是举例example 我跟你讲,这件事情超级尴尬 very embarrassing 他只会讲法语french啦 我想吃冰激凌ice cream 天哪,他这个人真的是难以置信 那家咖啡馆有几只小猫好可爱 so cute 第二种,单独强调 把一句话中的关键词汇用英语单独说出来 以达到重音强调的效果 此种方式多适用于外企 也就是我们一般所说的白领式英语 麻烦大家pay attention听一下例子 Lucy,这个case你来follow还ok吗? 嗨,你们这个team的presentation都准备了吗? Deadline之前搞不定我fire掉 有整个team 杨总的schedule很满 你有appointment吗? 哎,下月的outing大家都free吗? 第三种,小学式英语 把最简单最基础的英语单词 运用在最生活化的场景里 以起到一种天真可爱的感觉 同时有效掩藏了自己小学程度的英语水平 下面我们来look一下例子 我们今晚去e的什么呀? 那个辣条very好吃啊 fruit里面我最喜欢apple 我男神低handle上的 你这个人啊,怎么眼里只有money啊? 天哪,我的heart好hurt 第四种,神转折 将句子里的所有连接词通通换成英语 使转折显得更为转折 Anyway,我们看一下例子吧 我很喜欢他呀 However他不喜欢我呀 Since大家都这么辛苦了 What about我们放个家? Whatever我的爱都做什么 我都会爱他 这件事not only奇怪 but also奇怪好吗? 第五种,高洁语气词 在中文里加入一些最为本土化的英语气词 以打造一个在海外生活了多年的人物形象 Oh my god 这种就不要说了吧 Ouch,你刚才拿到我了 Oops,我好像错拿了你的手机 What's up,你干嘛? Jesus Christ,你没事吧? Oh for God's sake,你没完啦 Holy shit,那么严重啊 今天真是倒霉死了,bummer 六,高端黑话 用高端的英文缩写表示专有名词 一起到一种除了本专页之外 所有人都听不懂的效果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EG.R 我都AFK了,你还想怎样? 他们现在主要是UGC 但之后肯定要做PGC 这是一个大IP啊 LPR春季在RNG和EDG是LCK水平 ONG和LGD差点就没去LSPL BGB和BGC我们都错啊 你们两个人是PY交易吧 这是我们的CEO 这是我们的CFO 这是我们的COO 我绕后DF2连反手一个R 第七种,原位名词 总体而言就是 对不起,他的中文名我不懂 我们来看一下EG.R EG.R 你说的是Example Gratia吧 我们一会儿去IKEA还是WALMART 篮球啊,我比较喜欢Lakers 相比Martini,我觉得Vodka比较好喝 我刚从Los Angeles到San Francisco 转机回到Shanhai 我不吃早午餐,我只吃Brunch 什么LV 你说的是Louis Vuitton吧 超累啊 我可能去South America的Berzil的 Lirnilu去看今年的Olympics 最后一种 跨界混搭 将中文和英文随机随缘随性地融合在一起 将英语的语法不露声色地与中文完美地结合起来 以体现出出画者的天才预感 说了这些大家可能还get不到 But let's看一下Example来feel一下 Widdy please好好想想for one minute 我做的everything都是为了Us the future啊 少会早点去吃个dinner so that we can shock pain 他会do something这个造型正是fit了他的personality Wow,你的body真的really good You能不能teach me怎么keep住的 我已经不能control我self了 最后的最后,让我们来看一下综合运用 将以上八种表现方式完美地融合在一起 今天,today,我能拿到这个award 我真的very感谢到场support我的human 作为一个international的KOL Whatever你们是我的fans or我fansfriend 我都要thank you Oops,我没有miss掉谁吧 Oh my god damn it 还有远在Las Vegas 特意fly到Paris 帮我买最新一支Louis Vuitton包包的我的darling Who are truly I Without true love 我不可能一个personwork到今天today Wherever我在地球earth的哪个corner Even if不是earth 是moon 是Sun 是随心 活心 冥王心 为了human 我都可以take任何risk 去 solve所有problem 我是Papi Zhang 一个是beauty and 才华与生的 girl,woman,female 谢谢 thank you thank you 谢谢 I love you everybody Here we go,bye bye 大家都学会了吗 Anyway 我最讨厌别人中文和英文家的一款说 You understand 刘海又老